1900年蒙古国的两位牧民在寒爱山放羊时 无意间发现一牙壁上刻满了文字 由于这些文字常年风化严重 早已模糊不清 但从残留的笔记中可以看出 这肯定不是蒙古文 于是牧民立即将此事上报给了当地文物局 随后在考古专家的实地考察下 对石刻文字进行了纸张踏印的方式解读 但由于踏片不够专业 踏印出来的字迹也十分含糊 不过从字体上可以判断出 这些文字应该是来自于中国的隶书 那么中国的隶书文字又为什么会出现在遥远的蒙古国杭爱山上呢 这也让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决定 把这些文字踏骗 寄回我国内蒙古的古文字专家进行解读 后经古文字专家翻译得出 这些文字来自2000年前的汉代隶书 于是中国内蒙古大学再次联合考古专家来到杭爱山进行实地考察 上面详细记录了东汉名将斗县率领大军击败北兄奴后 在燕燃山举行庆功宴时 让隋队的史学家邦故所刻下的技功碑 上面清晰记载着 公元89年 匈奴屡次进犯我国边境 东汉大将斗县受命率领大军出塞3000里抗击北匈奴 两方交战于金蒙古国境内 最终汉军已斩杀北匈奴13000多人而大获全胜 共俘获马牛羊驼数万头 以及20多万北匈奴归响 此次战役也彻底把匈奴人赶出了大草原 于是大将斗县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冬季 并命令隋军的邦故写下了封燕燃山名门 并把它刻在了崖壁之上 以此让后世知道 这里曾是我们大汉的疆土 也时刻向外族警示着 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如今这篇文章依旧在崖壁上一声辉